日夜里白色火光缓缓落下 俄军在此动用非法武器白铃弹 轰炸乌东 待会这么做恐怕是被战士给逼击了 受伤俄军无力跌坐在地 越来越多的俄军遭到俘虏投降的画面不断的曝光 这透露了俄罗斯的前方战情究竟有多惨烈 乌军乐观期望 12月将会有机会收复克里尼亚 然后在2023年的春天结束这场战争 但现在传出俄罗斯总统肯定 很有可能进行第二波的动员令 而且会与戒严令同时进行 时间点最快就在明年1月下旬或2月 两军将继续陷入二战 但战争打到现在9个月 侵略者俄罗斯使其 除了各界反战就连士兵都聚战 这里是比尔戈罗德的一处军营 俄罗斯士兵被长官点名后 随后立刻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军人 把他给押上警车 疑似就是拒绝作战的士兵遭到处分 当场押戒送上警车 面临三年的徒刑 从各方面看来普京无意中战 而西方各国军援乌克兰也还在持续的加码 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宣布追加提供5000万英镑的防空系统 法国则是已经移交响尾蛇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 意大利也承诺要给富蛇以及陆基防空飞弹系统 德国方面也没闲着 因承诺提出要提供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给波兰 共同加入抗俄的行列 加弗里洛夫强调如果俄军不愿撤军 乌克兰也就不愿进行和谈 这场战事恐怕很难如绿响一般 在2023年的春天能够真正落幕 当新的国际中心综合报道